炎炎夏日,垂垂和鸡仔一大早约着在公园里晨跑锻炼身体,结束跑步进行拉伸时,两人都累得大汗淋漓,大口喘着粗气。 垂垂,我都快变成水人了,衣服都能拧出水来了。 哇,鸡仔,你要是再跑下去,咱们公园都能变成游泳池了。 那我也三十倍节日用水做工线了。 那到时候,鸡的给池子取个名字,就叫鸡仔汉水池。 可以可以,这些汉水不光能游泳,还能用来浇灌公园里的草地。 那你可就又成了公园的自动浇水机了。 那我可真帅呀,咦,今天早上也没有下雨呀,怎么这些树叶的夜间上也有很多水珠呢? 这些难道就是露水吗? 这些可不是露水。 露水是空气中的水汽在植物表面预冷凝结而成,会分布在叶片的表面。 像这样夜间排出的水,其实就是植物的汗水。 植物也会出汗吗?我以为只有我们人才会呢。 哈哈,植物也会因为水分过多而出汗,这过程就是植物的涂水。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? 植物通过根部吸收水分,白天的时候它们会张开叶子上的小气孔,像我们呼吸一样,进行气体交换和水分蒸口。 哦,原来它们还有小气孔,可晚上它们又为什么会出汗呢? 到了晚上,植物的气孔关闭了,但根部还是会吸水,所以就出现了多余的水分。 多余的水分就是要排出体外。 所以这些水珠就是它们多余的水分咯? 是的,它们多余的水分就从叶片的尖端或边缘的水孔流出来,变成了这些小水珠,就像你看到的那样。 原来除了我们人类会排汗之外,植物也有自己的排水方式。 是啊,植物的汗水中还有少量的无极盐和其他物质,与人类的汗水类似,可以帮助它们保持体内的水分平衡呢。 哇,看来这种现象对植物的生长和发育真的很重要。 没错,现在我们也得像植物一样,保持水分平衡,喝点水补充一下了。 要不我们也试试植物,白天尽情会洒汗水,晚上只用水口冒点水珠就行。 你可真是想得美,晚上冒汗,咱俩估计第二天都得感冒请假了。 温馨提示,小朋友们,植物也会出汗,这种现象叫土水。 这种生理现象有助于植物调节体内水分,排出多余的水分和养分,帮助它们健康成长。 我们人类在运动后,也需要及时补充水分,保持身体内部的水分平衡,这样才能健康活泼地成长。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百科水水,我们下次再见。